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曾侯以边中 秦始皇林兵马俑我们知道 他以造型精美 阵容威仪气势 磅礴被公认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用他来代表中国没问题 可是曾侯以边中为什么也能代表中国呢 有人可能要说了 曾侯以边中是我国目前出土的 组建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 气势最宏伟的边中 代表中国当然没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 不过对于曾侯以边中这些个罪字背后的秘密 你又是否真的清楚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代表中国的曾侯以边中的故事 具体咱们从1978年说起 话说那是1978年2月的一天 在湖北随州一个叫做泪谷敦的地方 某空军雷达修理所因为扩建厂房 正在那开山炸石 然而不曾想 一声爆破之后 本来是红色沙岩的土层下边 竟然露出了一大片褐色的土壤 更让人诧异的是 褐色的土壤中还隐约出现了一块 有着明显人工修凿痕迹的石板 拼直觉 工地负责人认为 这很可能是挖到了古墓 于是立刻停止施工 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没多久 这位著名考古学家 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谭威斯 就带着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当他仔细看了那一大片褐色土壤之后 谭威斯就说了 地下有名堂 而且名堂还不细熬啊 为什么 喜欢考古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一种土 五花土 这种土颜色多样 那么是怎么形成的呢 古代墓葬落成之后 土壤回田之后形成的 这种土一般只出现在大型的墓葬之中 那么如果这是一座大型墓葬 它有多大呢 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很快考古队员就对于 类古墓葬展开钻叹发掘了 结果发现 这是一座罕见的大型墓葬 墓葬不仅形质独特 是我国南方第一次发现的 盐坑数学墓 墓葬的面积也相当惊人呢 竟然高达220平米 可现在活人柱都叫大平层 而且在这个220平米当中 光墓室就占到了190平米 注意 一个200多平米的墓葬 今天说起来或许不算太惊人了 但是在40多年前 这可是考古人员头一次碰到 所以数据一出来 大家个个是浮想联翩的 这个墓室到底什么样啊 里边有没有京士的宝贝啊 会不会揭开什么惊天大秘密啊 等等各种想法啊 浮想联翩嘛 我告诉你啊 墓葬当中的确没有京士之宝贝 其中一样就是增侯以边中 那么增侯以边中出土的时候 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咱们再说当时 一切准备工作就去 考古人员就开始了发掘墓葬 他们除去封土移出石板 挖掉夯土等填土层之后 终于见到了巨大的果盖板 然而当考古人员使出吃奶的劲 把果盖板揭开之后 却一下子傻眼了 愣住了 怎么呢 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的 就是当年揭开果板之后的景象 他见没有整个墓室啊 跟个游泳池似的 看到这样的场景 考古人员当时是顿感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在开果之前 他们发现 增侯以墓的防水性是非常好的 古人除了填了30厘米防渗透的清高泥 还放了约60吨重的木炭 所以这棺果当中 不应该有这么多水啊 这个水从哪来的呀 这墓葬室的陪葬品 是不是全部都被水泡坏了呀 就在大家伙忐忑不安的时候 有人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当地人告诉考古人员说 隋州这个地方 地下水自古就很丰富 墓室里的水 多半应该是渗透进去的地下水 这倒是个好消息 因为考古界有句俗话 叫干千年 湿万年 不干不湿就半年 意思就是说呀 墓里边长期保持干或者湿的状态 都是有利于文物保护的 怕的就是半干半湿 那就完了 而曾侯以墓 竟然就是这种湿万年的奇迹 回到当时 打开裹板之后 工作人员就开始用抽水机抽水啊 随着水位慢慢下降 三根处于同一高度的方木 渐渐地从水中露了出来 而当水位再下降 考古人员就看到边中了 边中这个东西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 并不陌生其实 因为史料早就记载说 西周时期 古人就根据中的大小 音律和音高啊 把一个一个的中编在一起 组成可以奏出美妙乐曲的边中 而且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 边中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比如最初只有三到五枚 到了周朝就增加到了九至十三枚 战国时期就更多了 一套边中多达六十一枚 所以刚看到水里有边中冒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考古人员呢 并没有特别的惊讶 然而当牧师的水被全部抽完 淤泥全部得清理走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什么呢 您看啊 这就是曾侯以边中当时在墓里的情况 尽管整套边中在地下 已经埋了两千四百多年了 而且还被水长期泡过 但是这上下三层总共六十五个边中 除了少数几个脱落之外 不仅气形保存相当完好 就连锈石都不曾在边中上留下过痕迹 再看这蛆齿状的方木中架 尽管六十五个边中加在一起 总重量有两千五百多公斤 但是由七根彩绘横梁和六个配件五十等部件构成的中架 就犹如一座压不垮的雕塑一样 窥然不动 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套边中拥有的强大的音乐性能 强大到不仅被考古人员制作是古代乐器的扛把子 还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那么曾侯以边中的音乐性到底有多么强大呢 咱们下结束 面对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边中 考古人员如何让他发出旷世绝响 一次测音几多惊喜 一中双音的曾侯以边中 为何能与西洋乐器之王钢琴媲美 古人又是如何铸造出这样的音乐神器的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完整的曾侯以边中 出现在大家眼前是人人都惊而叹之 不过曾侯以边中最让人赞叹的 不是他的数量和保存状况 而是他的强大的音乐性能 那么曾侯以边中究竟有多厉害呢 达到了什么水准呢 话说曾侯以边中出土之后 有人就迫不及待的问了 这边中虽然保存完好 但他是否真的能够演奏呢 他是不是真的乐器呢 难说吧 如果是的话 他又能发出怎样的声响呢 就在大家伙满腹狐疑之时 一件文物给了大家启示 那就是画面当中的这只 珠红色的鸳鸯盒 你没看它是个小小的化妆盒啊 那做工是相当的精致 不仅形态逼真 古人还在鸳鸯盒上画了两幅 隐藏有重要信息的图案 一幅是敲剑鼓 另外一幅则是撞击边中 换句话说 想要边中发出美妙的音乐 咱们得用专门的家伙来敲它 不过尽管有图案做参考 考古人员也在墓中找到了配套的工具 但是谁都不敢进去忘东 毕竟这玩意儿 2400多年前的东西 又在水里边泡那么久 万一一敲 他敲碎了怎么办 是吧 泡糟了吗 敲碎了怎么办 思来想去 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说要不让懂乐器的行家来看看吧 这倒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办法 于是上级布妞派来了几位音乐专家来测音 那么测试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令人震撼 当时专家来到现场之后 挑了一个看起来 还算蹲时的钟吧 结果一落锤 所有人都惊诧不已 碎了吗 没碎啊 不仅没碎 还真的发出了声响 不过一个能发声 并不代表所有都有用 对不对 咱们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吗 所以专家们又接着一个个的测 谁能想到啊 就在测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一位专家 突然高兴的跳了起来 嘴里不停的喊着 双音双音双音 听到这个 你肯定要问了什么 什么叫双音呢 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懂啊 告诉你啊 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这套边钟 它都是双音钟 所谓双音钟呢 它就是一个钟体 可以发两个不同的声音 敲它的中间 我们叫它正鼓部 敲它的两边 叫侧鼓部 那么正鼓部 可以产生一个声音 侧鼓部 可以产生一个声音 当时对于边钟 发出双音呢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这套边钟 为什么能够一钟而双音呢 专家研究发现 奥妙就藏在中体的结构里边 来看这个 我们常见的大钟 比如说寺庙里的钟 一般是轴对称的圆柱形 但是这些青铜钟可不一样 它们是两段圆弧 组合而成的合瓦形 这种形状的特别之处在于 当你去敲击中体的正面和侧面的时候 会产生不同的振幅 而声音的大小 我们知道 响度与振幅密切相关 既然正面和侧面振幅不一样 那么敲出的声响自然也就不同了 没想到吧 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人 居然就已经掌握了这个道理 不过曾侯以边中最让人拍案叫绝的 还不是一中双音 而是他的音域 也就是乐器所能达到的 最低音和最高音中间的这个区域 它的范围相当之宽广 宽广到什么程度呢 有朋友可能知道 西洋乐器之王钢琴 总共是八十八个剑 这套边中虽然只有六十多个 但是因为是一中双音嘛 所以它跟钢琴的音域都差不多了 你想这个音它上面有标音 它写了个纸 它正好就是现在C调的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就是钢琴的最低音这一段比它少一个八度 最高那一段也少一个八度 注意这个发现比一中双音更了不起 因为在曾侯以边中出土之前 人们一直认为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中国没有 比如说像钢琴这种高级玩意儿 也只有欧洲人会玩 但是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从年代上讲 曾侯以边中比钢琴诞生早了两千多年 也就是说钢琴诞生的历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 这套边中虽然没有钢琴完备 但是只要用法得当配合默契 曾侯以边中能够奏出任何的所有的复杂的曲子 那么这套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边中 到底能够演奏什么样的音乐呢 1978年建军节那天 有人专门组建了一个演奏小组 在隋州当地的一个礼堂里边 为一千多名官兵和群众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 音乐会上演奏小组用曾侯以边中 就演奏了东方红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国际歌等等乐曲 据说当时演出结束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礼堂里边依旧是 不是潮水般的掌声啊 而是一片寂静 为什么 就因为边中演奏的歌曲实在是太美了 人们沉醉在其中很久很久 才从美妙的音乐当中走出来 再后来 曾侯以边中又奏响过两次 一次是1984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 边中进京 在中南海淮仁堂 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了春江花月夜 楚商以及欢乐颂等中外名曲 另外一次是1997年 为迎接香港回归 著名作曲家 谭顿创作大型交响乐 1997天地人 经中央特批破例使用边中原件彩音录制 不过为了保护这套国之重器之后 曾侯以边中就再也没有公开演奏过 一直被封存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2400多年前的古人 为什么能够造出如此高超的音乐神器呢 这个呀 其实古人早就把答案写在了边中之上 那是2010年底 隋州市叶家山的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批刻有曾字的青铜器 一听青铜器上有名文 这位曾经参与过发掘曾侯乙墓 一辈子都在跟曾国打交道的黄凤春 凭直觉就意识到叶家山的地下有曾国墓 果然经过一番勘测和发掘 考古人员发现在叶家山这个地方 有一处西州早期的曾国国军墓 至少有三位曾国国军埋葬于此 一位是曾侯剑 一位是不知名的曾侯 还有一位是曾侯抗墓 其中曾侯抗墓是这片墓地当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正是在这座大墓里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武劲边中 听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了 才五件边中而已 有什么好惊讶的 您可别看它数量不多 它不如曾侯乙边中那么宏伟 可是西州早期的物件这可是 当考古人员一件一件测阴之后 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 经过测试以后又把我镇进档了 全部能够测出双阴来 构成了一个 四声七音列 它是喇多弥索 跟我们通常知道的这个五声 它就唱一个软音 我的心情是第一个我不太相信 我只有反而服务问黄教授 这个是西州早期吗 为什么不敢相信呢 原因就在于它颠覆了考古人员的认知 很长时间以来大家一直认为 一中双阴出现在周穆王之后 也就是西州中期 可是事实上一中双阴的边中早在西州早期 已经不知道更新换代多少回了 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除了一中双阴 古人在阴阶方面的造诣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 看画面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是湖北郭家庙墓地 跟叶家山墓一样 这里也是一处增国墓地 只不过时间段不一样 它属于西州晚期到春秋晚期的墓葬 2014年有人发现了盗墓活动 为了保护文物 考古人员就对郭家庙地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结果在墓葬北侧的30号墓中又发现了一组编钟 那就是画面当中的这10个合瓦型的编钟 那么这10个编钟跟之前发现的编钟又是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音乐里面的五声音阶叫做工商爵之鱼 那对照现在的简朴呢就是Doremi Sola 可是这10个编钟却出现了过去编钟里边不存在的一个音 商音也就是Ray 您别看只增加了一个商音 它的作用非常之大 不仅让春秋时期的编钟从五音不全到五音齐备 还让以前以节奏为主的编钟升级为可以演奏旋律的乐器了 而自从有了这样的可以演奏旋律的编钟之后 中国音乐史上的歌舞时代也正式开启 好 故事讲到这儿咱们已经明白 曾侯以编钟之所以让人觉得如此之厉害 音乐性如此之强大 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由几百年的音乐发展积淀而成 但是在他的身上依然还藏着谜团呢 什么谜团呢 当然是下节说了 一件不能演奏的编钟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实力雄厚的曾国为何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一段特殊的名闻又能否解开曾侯以编钟之谜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揭秘 上节我们说了经过音乐专家验证 2400年前的曾侯以编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音乐性能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它身上还有谜团并没有完全解开 什么谜团呢 那就是曾侯以编钟一共有65件 可是在这65件编钟里边 有一件不能正常演奏 那么这件特殊的编钟是哪一件呢 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咱们再说当时 曾侯以编钟出土之后 专家们一个一个测音 然而当专家测到下层正中这件 人称博钟的时候 发现无论是做工样式还是音频音律 都跟其他64件编钟不一样 就像是混进来的 像一个赝品 怎么会这样呢 王侯级别的曾侯以 怎么可能用赝品来陪葬呢 正当考古人员有些疑惑的时候 有人在博钟的名文上 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您看 就是镌刻在博钟上的名文 一共31个字 什么意思呢 大意是公元前433年 楚慧王听说曾侯以去世非常难过 然后命人铸造了一件博钟送给曾侯 曾国人接到这口博钟的时候 曾侯以还没有下葬呢 于是就把博钟编在了这套编钟里边 然后一块放入了墓中陪葬曾侯以 也就是说 这件博钟是楚慧王送给曾侯以的礼物 那么楚国与曾国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啊 楚王为什么要送曾侯以这么厚重的礼物呢 带着疑问 考古人员就开始在文物和史料当中寻找答案了 可是谁没想到 就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 一个更大的谜题出现了 什么谜题呢 考古人员翻遍史料 也没有发现任何与曾侯有关的文字 也就是说 曾侯在史书中根本就不存在 奇怪吧 无论是精妙绝伦的青铜编钟 还是墓中九顶八轨的陪葬配置 都说明墓主人曾侯以的身份非同一般 他就是曾侯的一位国君呢 可是这样一位国君 为什么在史书当中一点信息都没有呢 有人认为战国时期诸侯歌剧战乱不断 会不会是因为当时的曾国国小人少地处偏远 没有什么存在感 所以被历史学家忽略了呢 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 或许是因为存在时间比较短 史书上呢 就几乎没有它的记载 后来考古人员在文物里边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以及历史 那么曾国是不是也这样呢 这个猜想后来被否定了 怎么着呢 随着发掘不断推进 考古人员在曾侯以目当中除了发现青铜编钟 青铜轨 青铜顶等青铜器之外 还发现了很多车马和兵器 有歌有 毛有 集有 公使等将近五千件 其中用于车站的武器装备最多 有专家推测 曾侯以除了喜欢音乐之外 还可能是一位擅长车站的军事家和指挥家 而当时的曾国也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弱小相反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军事强国呀 这就让人纳闷了 既然曾国曾经如此之强大 那么为什么会名不见经传呢 琢磨来琢磨去 有考古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说曾国会不会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隋国呢 听到这儿有人估计不明白了 我们解释一下 考古人员所说的隋国是周五王 分封到隋州地区的一个重要诸侯国 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周朝的南部边疆 防范南蛮淮夷 也就是楚国这样的势力 所以实力不容小区 史书记载的是 汉东之国隋为大 意思是说隋国是一大国 不过随着西州的衰落和灭亡 隋国逐步失去了政治依靠 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西州灭亡之后 野心勃勃的楚国便开始 北上不断地攻打隋国 隋国也曾奋起反抗 但是怎奈楚国太过强悍 隋国也只好作罢 跟楚国结盟 不过尽管成为了盟国 可是隋国还是挡着楚国进军中原的道 于是楚国又继续攻打隋国 很快隋国就从盟国变成了附属国 最终消失了 那么曾国到底是不是史书上记载的隋国呢 推测可以很大胆 但是定论须谨慎 为了证实这一推测 也为了解开楚王赠送博中之谜 考古人员开始寻找线索 那么证据找到了吗 我告诉你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考古人员在一件特别的编中上 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件编中 他出土于隋州文峰塔墓地 墓主人是曾侯瑜 曾侯瑜什么人呢 是曾侯瑜的祖辈 而就是在曾侯瑜的隋藏编中上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公元前506年 也就是楚昭王十年 吴王和驴和他的胞弟覆盖 带着吴军浩浩荡荡地进攻楚国 并且一举就攻破了楚都引渡 都城都被攻破了 楚昭王就拼命地往外跑呗 结果在半路上被吴国士兵给射伤了 受了伤继续逃不方便呢 就找个地方养伤 于是就向离自己最近的云国求救 结果遭到了拒绝 可怜的楚昭王只能够接着逃啊 最后逃到哪里呢 曾国 注意 楚昭王外逃的时候 吴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追逐 楚昭王前脚踏进曾国 吴军几乎后脚就跟到了这儿 不过尽管吴国大军来势汹汹 并且口口声声说要曾国交出楚昭王 但是曾国的表现却令人惊讶 曾国国军不仅招待楚昭王好吃好喝 而且还紧闭城门严阵以待 调兵遣将准备应战 楚昭王也因此呢就躲过了一劫 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躲过劫难的楚昭王 那这是救命之恩啊 那怎么办呢 懂得感恩 说要与曾国世代交好 您注意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故事 在史记和左传当中都有记载 唯独不同的一点是说 编中上说的是曾国 史书上说的却是隋国 为什么同样的历史事件 如此巧妙的同时发生在 曾国和隋国呢 有考古人员认为 之前的推测或许就是对的 史书当中的隋国 那也许就是曾国 除了这个发现之外 考古人员在文峰塔曾国墓地 还出土了一件隋字顶 这个隋字顶的出现 让更多的考古人员相信 曾国或许就是隋国 就是那可能是当时一个惯例 其中国家曾有读成成 他就有时这个是 恰恰入了这个谁 这个就是如果说没有 这个考古发展之后出现谁 大家还是觉得 你那个征集的那个 是不是不可靠 但是这看来是没问题的 说明确实当时 既叫曾也叫谁 假设曾国就是隋国 那么按照年代推算 当年保护楚昭王的那位曾侯 应该是曾侯乙的父亲 那么在曾侯乙去世之后 为了报答旧父之恩 楚昭王的儿子楚慧王 不远千里送来伯中 这件伯中与其他六十四件边中 一起长眠于地下 不仅让我们目睹了边中的真容 也诉说了来自音乐国度的故事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